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阿根廷主場二獲利 星期五早上 世界杯南美洲區外圍賽 有場重頭戲 阿根廷將主場對智利 而阿根廷目前排名分組次席 反觀智利有四分在手 排名第六位 雙方整體表現相差很大 所以今場都是看好阿根廷能夠全取三分 在世界杯歷史上 阿根廷留下過輝煌印記 分別是兩次奪冠、三次取得亞軍 最近一次殺入決賽就是前屆的巴西世界杯 自從1974年德國世界杯開始 阿根廷到現在都未有缺席過這項賽事的決賽州 算得上是固定參賽分子 始終都是南美洲 阿根廷的實力絕對屬於第一檔 所以他們每次出戰世界杯南美洲區外圍賽 多數都是順風順水 戰勝率過半都非常平常 今屆外圍賽阿根廷在前四輪中 豪取三勝一和保持不敗 以美斯、拿達、路馬天尼斯 以及江沙里斯為首的一群攻擊手 能夠當點開花 同時在防守方面 他們總共只失了兩球 對比以往頭重腳輕的阿根廷 他們現在這支國家隊更加注重攻守平衡 當家球星美斯 已經為阿根廷出戰142場 入71球 另外這次還徵召前鋒阿古佬 他剛剛轉回巴塞 已經為國家隊貢獻41球 相信到其時 美斯和阿古佬在場上 一定會產生化學反應 另外以球隊已經保持多場 比賽不敗的勢頭來看 阿根廷今場贏球 應該問題不大 至於你可說是阿根廷的老對手 他們曾經在2015年和2016年 連續兩次美洲國家杯的決賽中 比賽中贏阿根廷蓬佩 老將米道爾和美斯有很大仇口 不過隨著雙核阿力斯山齊士 和維達爾的年齡增大 以及狀態下滑 至你近幾年的整體實力 都有所好損 而且又未有新星出現 球隊正處於青黃不折的時期 今屆世界杯南美洲區外圍賽 至你在前四輪分組賽中 只獲得一勝一和兩副的差勁戰績 排名第六位 在出線資格的競爭中 已經處於下風 更不利是老張維達 以今次因為感染新冠肺炎 而要退出國家隊名單 他在分組賽前四輪中 曾經多次見功 但沒有他坐陣 至你只能多依賴 文尼斯斯拉 以及路爾斯之美尼斯 這些前場球員去打 考慮到雙方最近六次交鋒 至你在常規時間裏 都未能贏阿根廷 戰績是兩和四伏 所以至你今次要對阿根廷 實在是空多吉少 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在下條片再見 拜拜